第477集 杨家越来越过分了 月傲天道 如果你心里不爽 我可以去给他们点教训 不用了师父 让我知道谁在后面捣鬼就行了 等我抽出时间再收拾他们 叶好轩摇摇头道 新语的出现一解叶好轩之前的疑惑 天机是杨坚和杨淑华的师父 同时是天机门现任的门主 对于天机门 叶好轩知道的并不多 他只知道这是一个 以命想之术为主的门派 只是到了近代没落了下来 杨坚兄妹的资质 很适合修行天机门的传承 所以被云游四海的天机看住 并收他们为徒 只是两人一心想报当年之仇啊 而天机又希望两人尽快随他去修行 所以不惜出手 要毁了叶好轩 新语能和天机走在一起 那只有一个可能 上次一闹的事情是杨瑞明搞出来的 否则两人也不会联手 不管怎么样吧 只要弄清楚杨瑞明的动机就好 他能请来古王压阵 已经出乎叶好轩意料之外了 现在古王和天机联手 叶好轩还真的吃不消 只待以后再做打算 那好啊 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 等我救伤彻底痊愈 这两个人真的不够你我师徒看的 岳傲天笑道 谢师父 叶好轩点点头 岳傲天战神的名头不是空穴来风啊 他在巅峰的时候甚至以一己之力 斩杀过地界高手 司机于此 叶好轩心中一动 他拱手道 师父 我心中有仪式不解 这有什么不解的可以直说 你我之间不用这么多文邹邹的礼节了 岳傲天道 我在修行一种内力 这种内力 远法自然 想要提升靠悟性和机遇 但是我的内力 已经很久没有提升过了 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瓶颈 如果是 如何突破这个瓶颈 你自己都说 这种内力 远法自然 既然是远法自然 一进一退 当寻天道 你的内力没有起色 那是因为机遇不到 这强求不来 可是师父的修行方法 就是不断地压榨自身的实力 让自己的能力大幅度提升 我只是想问 我能不能通过这种方法 让自己的实力快速地提升 我的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 人体的潜力 并不是只有拼命地压榨 才能体现得出来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有些人或许通过拼命地努力 能让自己的实力快速提升 但是有些人却要通过机遇 而你 就是属于后者 月傲天顿了一顿 再者 你现在急着提升实力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感觉自己的能力不足 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但你所修的武学 原法自然 要求的是 勤平弃和 顺缘而动 所以强求是不行的 叶浩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 我好像懂了一点 哈哈哈哈 所以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做好眼前的事情 至于安全方面 你大可不用担心 我相信杨家不敢再乱来 我知道了 多谢师父 叶浩轩点点头 刚才的战斗着实惊险 越来越多的高手冒了出来 这让叶浩轩非常的警觉 他现在的实力 一直在浩然真气第三重的警戒 停止不前 如果真的像天机这种高手 他真的没有好办法应对 叶浩轩沉吟了一下 他淡淡地说 杨家现在似乎要迫不及待地 报当年之仇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但如果我真的咽下这口气 是不是显得 我有些怕他们了 哼 心里不爽就打回去 现在京城乱象一线 你是老太爷用来 稳定局势的一颗重要棋子 我想老太爷 一定会支持你的做法的 那好 叶浩轩点点头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老太爷的电话 沉声道 太爷 我刚才遇到袭击了 夜色渐渐地来临 名流会所之中 依然是人气的营生 杨瑞明私人办公室里的气氛 有些沉闷 杨瑞明的脸色有些发青 在他的一边 天机正在遇起疗伤 在杨瑞明看来 天机是一等一的高手 他甚至可以比得上一些隐秘 世家的供奉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实力在地阶修为的神秘老人 竟然被叶浩轩给伤了 他的心里有种挫败感 这一次 父亲和姑姑一同出生 加上一个老怪物天机还有蛊王 竟然没有动得了叶浩轩一根寒毛 他是怪物吗 天机缓缓地回气气沉淡天 然后才睁开了眼睛 师祖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杨瑞明恭敬了上前道 这个人是他父亲和姑姑的师父 他教育生师祖也不为过 无大碍 这次的计划原本是万无一失 可是我还是低估了叶浩轩的能力 没有想到天堂草竟然对他没有作用 而且他还有强缘 对付他以后不能明着来 天机缓缓地说 让师祖受累了 杨瑞明道 我只想让我的两个徒弟快点放下世俗中的事情 然后为我天机一脉传承一波 否则的话 你当我愿意蹚这一趟浑水 天机冷冷地瞟了杨瑞明一眼 去 大探一下 看看叶浩轩那边有什么异常举动 杨瑞明向一边默不作声的新宇吩咐道 你真把我当成你的下人了 新宇冷冷地瞥了杨瑞明一眼 杨瑞明语色 的确 新宇还真的不是他的下人 这个女人浑身长刺 如果自己实在是找不来其他的高手 他还真的不愿意和这个女人打交道 想想他平时喜欢闻那些毒虫 杨瑞明就感觉头皮有些发麻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杨瑞明眉头一皱 这里是他的私人领地 没有他的允许 别人是绝对不能进来的 难道又有不怕死的来找麻烦了 出什么事了 杨瑞明喝道 他的话音未落 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一队鹤枪实弹的特警冲了进来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杨瑞明沉声道 我们是特别警卫组 隶属国安三局 现在奉命 对会所进行查封 为首的一名警察 拿出一张手令 笑话 查封我这里 总得有个正经的理由吧 杨瑞明冷笑道 买凶杀人 这个理由足够了吧 把凶手抓起来 警察向天机和心语一指 哗啦啦 十几根枪马上指向两人 这些特警全副武装 手中的武器保险已经打开 显然是动真格的 杨瑞明终于不淡定了 他有些弄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抓我天机 天机呵呵一笑 他突然站了起来 两名特警马上把手中的手枪指向他 只见天机微微地向前一趟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那两名特警不约而同的一声闷哼 软软地趴倒在地上 同时窗户玻璃被人撞碎 天机的身形骤然消失在窗口 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吃了一惊啊 要知道这是会所的顶层楼层 那老家伙就这样跳下去了 他不怕被摔死吗 两名特警连忙冲到窗口 却已经失去了天机的身影 新宇也冷哼一声 他右手一挥 一群五彩斑斓的蛊虫骤然出现 这些蛊虫扑向警察 大凡被蛊虫扑中的 全身迅速地窜起一层红肿的血泡 新宇趁着警察阵脚大乱 快速地冲向门口 片刻便消失不见 名流会所还是被封了 杨瑞明被带走问话 这件事情在京城引起的震动不小 要知道杨瑞明在圈子里 算得上是一个人物 他一手创办的名流会所 是京城圈子里人经常去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会所被查封 之前没有一点征兆 虽然这里面有很多 见不得人的东西 但是杨瑞明的人脉很强 没有人敢会明理地跟他过不去 但这一次查封却是永久性的 杨瑞明建立的人脉在这一次 轰然坍塌 看完了报纸 叶好轩把报纸丢到了一边 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把杨瑞明怎么样 只是现在能关他一时试一试的 现在邵氏动荡不安 邵氢营又是植物人 他实在是分不出经历对付天机和古王 这档子的高手 只有先把幕后的杨瑞明关一段时间 然后把邵氏的事情解决了以后 在光明正大的和杨瑞明斗上一番 他拨通了老太爷的电话道 太爷 这次真的谢谢了 不谢 应该的 本来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已经说好啊 不插手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但你小子压力太大 我看着心疼啊 所以就厚着脸皮帮你一把 但是我管不了他太久 毕竟老杨在世的时候 那份人情还在 我不可能把他一棍子打死 叶老太爷淡淡地说 这我知道 太爷 我现在没时间对付他 只要先把他关几天 让他消停几天就行了 叶好轩笑道 哈哈哈哈 好 以后看你了 我能困他一段时间 但不是太久 这段时间能给你减些压力就好 我帮不了你太多 我们几个现在不管儿孙的事情 不过 盈盈那孩子一定要救的 谁也不能在这时候出来搞事 好 我知道了 多谢老太爷 让我缓过这段时间就行了 挂完了电话 叶好轩这才一阵轻松啊 如果这一次不是叶老太爷出面 他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拿杨蕊明没有办法 古王和天机联合 实力不是他所能及的 不过这也是杨家作死 因为之前的事情 叶家对杨家的不断挑衅 也只是抱忍让的态度 但杨家最近越来越变本加厉了 尤其是天机那老家伙 对叶好轩来说是一个禁敌 不管别的 先把这老家伙通缉了再说 接下来的几天 京城几乎戒严了 每条道路上 都有暴力机构的人层层把关 鹤枪实弹的军警 对每辆车都进行严格的盘查 而天机的照片 更是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网站 国家公安部 把这个看起来若不经风的老人 列为一级危险对象 虽然叶好轩知道这对天机来说 威胁并不大 像他这种档次的杀手 又身具一身悬术 他知道哪里该去哪里不该去 但这样是为了给他施压 让他暂时消停几天 至于杨坚兄妹 暂时被禁足 等叶好轩抽空了再找他们会去 这一天早上叶好轩刚刚做完诊 赵子谦的电话就急匆匆地打了过来 小叶 你现在有时间没有 赵子谦在电话里问道 刚刚忙完 赵叔 有事吗 哦 是这样的 现在京城疗养院来了一名病人 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病也比较特殊 我们那里的专家 对他的情况没有好的办法 所以我想请你过去看一看 我知道你最近比较忙 但这个人我们必须要救 赵子谦道 他是谁 叶好轩问道 港帝的 文志安 你应该听说过吧 当然听说过 这老爷子是位慈善家 之前华夏某地地震 他可是捐了不少的钱 名声在国际上也很小 叶好轩点点头 他确实是听说过文志安这个人 这个人是位慈善家 在港地和华夏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而且他不像那种 为出名而做慈善的伪商人 他每捐出一次钱都很低调 因为他本身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所以华夏方面不得不重视 挂了赵子谦的电话 叶好轩便开着车来到了京城疗养院 门口一名年轻人 已经在等着叶好轩了 叶医生你好 我姓张 是赵部长的秘书 是赵部长让我在这里接你的 你叫我小张就好了 年轻人笑着迎了上来 好 能给我说下病人的情况吗 叶好轩和小张握了一下手 两人便一起向疗养院里走去 老爷子的老家是京城的 这一次回来是祭祖的 顺便支持一下国内的慈善事业 没想到他就此疑病不起 他的保健医生和京城专家都没有好办法 所以就麻烦到叶医生了 不麻烦 应该的 我很早就听说过文老 也很仰慕他 叶好轩笑了笑 片刻以后 两人便来到了疗养院的一间病房前 门口有数名保镖在把守 小张走上前去递上了自己的工作证 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保镖认真地检查了一下小张的工作证 对照了本人 没有什么问题 便打算放两人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三十来岁的人走过来 看到叶好轩两人要进去 他眉头一皱到 他们什么人 为什么要放他们进来 李主管 这两位是卫生部请来的医生 是给文老爷子看病的 一名保镖打道 这人是文老的总管 因为文老的远古水涨船高 所以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尤其是到了内地 那种从骨子里发出的优越 更是让他觉得他自己高人一等 胡闹 这么年轻进去能做什么 我看是托关系过来奉承老爷子的吧 现在老爷身体不好 谁也不想见 让他们两个回去吧 李玉皱着眉头灰灰声 露出一副极度厌恶的模样 叶好轩的眉头一皱 他感觉自己有种好心被当作驴肝肺的样子 而且 这家伙的优越感也太强了吧 李玉 你好 我是卫生部的 这是叶医生 医术很高明的 小张上前伸出了手笑道 李玉一脸的不耐烦 他直接无视了小张的手 有些厌恶的说 不用了 老爷子现在不想被任何人打扰 你们内地的医生不看也罢 一个个都是荣医 一个感冒都治不好 小张的神色变了变了 啊 他作为赵紫谦的秘书 能力当然被看好的 他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你确定 叶好轩问道 有什么确定不确定的 啊 你在质问我吗 温老是什么身份 也是随便一个人能来看病的 我告诉你 现在马上走 温老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你负责不起 李玉趾高气昂地盯着叶好轩喝道 叶好轩眉头一皱 又遇见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 话说他连文老的面都还没有见过 文老的身体出了状况 就要算到他头上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们来这里是受到赵部长的指示的 小张皱眉道 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们照不照 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文老的休息 你们走吧 李玉冷冷地说 你 小张气劫 走吧 小张 有些人不识抬举 我们没必要看到脸色 今天你对我爱立不理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有他求咱们的时候 叶好轩拉了拉小张 可是 怎么向赵部长交代 小张犹豫道 有什么事情推到我头上就是了 我是医生 医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 对于这种给医生甩脸色的人 我向来是直接拉入黑名单的 叶好轩淡淡地说 看那姓文的总管 不可疑似的样子 他趾高气昂地看着两人 仿佛身上的每一根寒毛都透着忧郁 小张咬咬牙转身 跟着叶好轩一起离开 杀逼 温老是什么人 也是你随便想见就能见的 想巴结文老的人多了去了 一个小医生在这里冲什么大头鹰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 李玉仪看到这个中年人 刚才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放低姿态 一路小跑到中年人的跟前 带着缠媒的笑意 温总 你来了 这人叫文乐 正是文老的大儿子 这一次陪父亲回乡祭祖的